第三場三班1400米 這場馬亦充斥著一些落斑 上次塞了問題馬等 這場馬很難處理 我看看一號的爪王烈焰 這次落斑 三班,上幾場跑 這次落斑,用國能 轉沙田 轉去沙田 博你不相信 因為我的法律 KING的法律是什麼? 谷操1650 等於什麼? 等於沙田1400米 我不是說你這樣就可以過來沙田 贏獎,但其實路程的適應性 其實不算太複雜 但沙田的對手模擬是比較強的 但這次落斑 我覺得最大對手應該是暴風俠 我們看看上次怎樣發揮的暴風俠 暴風俠上次排過中檔 其實出閘的反應算是快 黑色衣服的 之後呢 你看到潘頓都想裸爛 OK,我們飛去中間後段 轉彎的時候飛四疊 頂著一滴的外自保出去 五疊五、六疊 你看到它其實 直路的位置都是網空的 其實沒有藉口的 爆下去就有了 你看到潘頓車輪 打三邊 四五 有節奏的 看到嗎? 有節奏地打的 啪啪啪 啪啪 啪啪 大隻馬追不到貼爛的那隻 沒有辦法 當日的場地有機會都不太理會去追 這次跑到十四檔 又卡一點 私欄十四檔 有時真的很難搞的 但我覺得這些馬有少許級數 另外擺前走的鐵膽威龍 先試一下 擺前走的鐵膽威龍 鐵膽威龍 鐵膽威龍,隨便吧 其實這隻馬跑這個沙田1200米 可以放出來跑 但是現在的賺成千四 其實我覺得上次的跑法 不放 去留是不太好 最好應該是放的 看看這次蘇兆輝五代有沒有前觸 如果這場馬沒有什麼馬燒的時候 有機會他會到 有一隻冷位 蘇兆輝也是硬工騎士 這場不是講玩 賠蘇兆輝 所以這場賽事我選了 爪王烈野馬步風俠 鐵膽威龍 如果的意外 為了 散尾兆輝